挖到漁獲之後 馬上撈上來 馬上趕快汆燙 趕快吐曬 那是以前的做法 那現在已經時代改變了 然後現在的我們八斗子還有 八斗子還保留了漁療的作業情況 漁療的作業情況 那現在的 比如說我要汆燙的工具跟環境也改變 所以去他這邊就做一個五金對照 我們剛才看到人家送竹籠子下去穿燙 我們現在就是塑膠金屬 現在的東西 然後曝曬 燙好做料乾的 那真的到現在 如果我們真的還有時間的話進去到 可是他們的作業時間都會飽 雨後進來之後下午開始分類 分類好了之後穿燙 我們早上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們用影片的方式來補充 那真的到現在都還有幾間魚療 這真的在其他縣市 雖然在宜蘭又看不到 今天是我們家的特色 跟比較不一樣的品牌 所以他有什麼丁香魚 小捲 一些等等的魚類的 魚破爛的 所以你看這樣排排在這樣排 其實我覺得很美 就我一個美術老師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他很有味道就是很有特色 真的我覺得這基隆真的很特別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穿燙的一個作業情況 然後他這樣子光這張照片拍起來 我就覺得很漂亮 因為他表現出來是 這些 魚療人家的辛苦 雖然裡面沒有人喔 但是你可以知道這個 為什麼會擺成這樣 就是因為人為的關係 那那個那個美的感動就在裡面 因為他們很辛苦 然後他們每天都日復日的 然後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底下去 去過日子 我覺得光這樣的方式過日子 你只夠 雖然很苦 會有點辛苦嘛 很老 付出勞力 但是會不會很苦啊 你會從裡面找到一些美感 就是我們都怎麼樣來體驗 好 我們有一個美感的 這就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這就是假的 這個是什麼呢 是海底面的山 珊瑚礁石 後下的 我們就是 其實是中 夏天的 雲霜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要看到這個角度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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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我們還在討論 這個部分 要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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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店 第一題我還要熟識的 是 媽媽店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媽媽店的時候 跟大家變成交 我是跟我高高同學 我們就一直等一直等到半夜 因為白天是賣衣服賣商 那半夜才換成 是媽媽店的雲露石 我覺得真的是太特別的一個地方特色 好 所以 也是行錯了 你看一下那個 遠拱形的 然後房子拍下來 那個也可以變成設計的很重要一環 然後那個 一樓一樓的漁獲 一樓一樓的籃子 也可以變成設計的重點 所以 這都跟我們的漁村有關係 都跟我們基隆有關係 非常重要的元素 如果今天 基隆十大伴手禮 你不動嗎 對喔 就是要吃完給你看裡面的元素 對 然後他還會講話 他今天還會講話 所以我說 如果今天基隆十大伴手禮 要請你設計的話 那你怎麼要設計出 跟基隆有關係的包裝 跟基隆有關係的一些材料 然後跟基隆有關係的味道 基隆第一堂課禮拜三就問 基隆什麼樣的味道 除了貼腰的很臭 對啊 我好像有點臭 我們的漁獲市場的 魚味 海鮮味 真正像 最新鮮的味道 怎麼樣去呈現出來 用這樣的圖像 可以觸放進來 好 再來我們來到這個 ロボジョ的裡面 還有玄機 海女 我們剛才講的 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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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婦女 職業婦女 職業婦台女 她呢 要會潛水 潛到海裡面去捕捉 去捕捉很多 海產 有石花菜 海產 等等這些的 那 她也做了一個 模型 一開始還滿多人會想 她 她不是放在那個 線的裡面 她會放在外面 她會放在外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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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一下 桌上的食物看得出來 桌上的食物看得出來嗎 小筋啊 這位有下 那這邊有寫喔 魚 魚肝 鹽消卷 薑 糖龜 豆腐乳 因為它本來是深紅色 曬一曬就變成那種紅色了 除了潮進這邊之外 北海岸其實還蠻多 對 上面的這些新傳的旅婦等等一些人 他們希望能夠把這樣的第一代 滿載而歸的運氣 在第一次下學的時候會進線 所以就把這個可能以前做的花雞 或者是甜點什麼食物呢 滿載而歸所以要撒上給岸邊的 在岸邊的這些人 所以海科管也會在六月初的時候 其實還會做一個動作 所以你做的真的 都免費喔 妳就來叫麻糬來叫糖果 喔 那個我已經參加過兩次三次了 真的 你會被糖果砸到 你會被麻糬砸到頭的 聰明的人還會拿雨傘來接 但是我們海科管也不行這樣會傷到 人家會笑到你的眼睛 沒有你的血淡 你只能用你的衣服 然後每一次遇到下雨 就雨衣 每個人真的接很多喔 所以這些 當然這個民俗活動 黑衣服下都會變成你的 聰明人機感很明顯 好 那我們這個去探館的部分 就先暫時到這邊 我們要轉移到下一個站 好 有沒有要拍照 等一下給大家30秒時間 我們要幫我們門口這邊集合了 好 好